上个礼拜的部分主要就是有几个重点 我们把Google Map做出来之后 第一个就是说在这个地方Main上面 我们可以把产生的金钥里面 它自动会给我们一个Main View 那里面的话同样会给我们一个API Key 那其实你直接可以把它贴上去 但是你把它贴上去之后会差一个地方 就是什么呢 这个地方有个叫Clipable 就是说如果你今天希望你的地图可以上下左右被移动 就是user点下去之后可以移动地图的话 那你必须要在这个地方加一个Clipable的属性要是true 那修改的方法 当然你可以直接打这一个 打上去这个属性 或者是你可以直接在这个属性里面也可以做设定 从这个地方Main View里面 也会有一个它的属性标签是Clipable 那你直接怎么样呢 把这个Clipable直接打勾就可以了 那到时候你的地图就可以被移动 那再来的话 直接在这上面按右键给它一个名称 因为如果说我今天第二个步骤 希望可以放大缩小的话 那直接在这个地方给它一个Map的名称 一定要给ID 因为我要针对它去做控制 要放大缩小的话 那这部分的话呢 按右键可以去做一个这个增加ID的动作 那再来我们这个地方 在我部落格里面有提到就是有几个动作 刚刚有提到的 复制过去 然后呢 注册之后产生金钥 那再来就是说呢 再来就是产生 要来修改那个我们的程式部分 那特别注意就是说 这个Map Activity部分 不过特别注意 这个Map Activity 这个是属于V1的版本 也就是说 如果你在V2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可以自行阅读一下 那个V2的版本 就已经没有Map Activity这个东西了 它已经把它改为什么 改为Activity 那当然改为Activity 里面虽然说 它的比如说效能增加了 而且变3D的 但是光要做到 可以显示地图 真的是太复杂了 这个我想我们有机会 再跟各位做分享 那这里的话 我们需要用到Map Activity 可是呢 Map Activity呢 上个礼拜我讲到 你必须要怎么样呢 做几个动作 把程式码打开来看一下 OK 那第一个 你必须把那个原来的Activity 它原来是Extense 是一个